- 提挽現在... - 雖然說畫面上很久沒有發生碰撞了 - 但優勢一直在他們身上 - 第三條小龍也是無壓力的拿 - 所以全局在這段時間有點算是苟延殘喘 - 但能不能喘到一波大的很重要 - 全局現在就是把他們能夠做的投資都轉移到上半區 - 就全局都給你嘛 - 反正我前面已經拿了兩條小龍了 - 所以我就是繼續跟你拖遊戲的時間 - 不然你現在經濟下來說團碰起來他們是沒有機會的 - 但因為這把T1是沒有選擇主動直接Rush這個八龍 - 現在就是壓力了 - 所以時間點其實拖得稍微比較後面一點 - 現在甚至可以拖到你的雙CC已經來到三件套的時間點 - 沒錯 - 可是連打野非愛都三件裝了 - 情況就會跟剛剛不太一樣 - 這把蠻意外的是Owner對位竟然贏了三千塊 - 很少看到非愛贏...贏業曲這麼多的 - 贏一大眼睛 - 哪來刷那麼多野怪 - 我覺得一方面也是... - 也許這角色當他隊伍沒辦法去做到邊線推進的時候 - 他其實是有點綁手綁腳的 - 被動 - 因為他其實在團戰的踩點上面是沒有辦法幫助到隊伍太多了 - 現在看一下兼具有隊位領先的只有丘比的阿里了 - 因為畢竟這把比賽...像你講的 - 投資在上半區邊線也都是給... - 賈克斯還有阿里吃的 - 但剛剛其實有看到下路的邊線... - 就是...T1這也是推得非常的深的 - 是... - 好像也是丘比去接的那波線的樣子了 - 最後下路的邊線是...KIN接的啦 - 都是PIN在接的 - 就是他就被動接線了 - 就簡單講就是... - 娟姐也知道他們唯一的機會就是在巴龍這裡拼團 - 所以把整體的視野布置 - 把支援的投資都為了在上半區 - 讓至少上半區的丘比他能夠把線路給推出去 - 至少確保他的發育是能夠跟上對方 - 他們其實拼了... - 九總拼了下半部的... - 支援的信號 - 所以看來聽完是在幫九總爭取 - 推這個線送進去的時間 - 因為這樣他們能逼迫賈克斯KIN - 一定要來做防守 - 你不守就掉塔 - 但理論上他也就是把線給推進去 - 還要利用推線過去完之後這個時間差 - 讓九總能夠直接走來這邊做支援 - 但他們看到... - 賈克斯一露頭之後發現這邊是... - 打爪勾到 - 無打式的絕 - 鎖頭直接鎖到 - 但是九總的大絕炸空了 - 歐倫這部狀態其實有點尷尬 - 往後做拉扯 - 但菲根已經刺殺進去了 - 要刺殺之後放到AD - 離配置之後交了一個閃線過牆 - 活了下來 - 但是自己的輔助已經先行倒下了 - 這部Gumash跟了一個閃線之後 - 在KIN的臉上瘋狂在射 - 有瑞大島的保護 - 根本沒在怕 - 而且這波葉曲吃到這個肉蛋衝擊之後KIN - 給他回頭向閃線換 - 他根本沒傷害 - 那這邊T1五人健在應該是要來一波囉 - 這一波是KERA的霸道手腕立功了 - 六雙的優勢加上線權 - 又讓賈克斯被迫得來到邊線 - T1正面又是五打四的局 - 但這一波沒有發龍兵線 - T1還是想一波嗎 - KIN 錘上去 - 運到對方三個 - 但是比九州也炸了回來 - 主保雙塔倒向了其中一座 - 但瑞兒馬上就要復活了 - 再等自己的下一波兵線 - 這波瑞兒的Q沒中 - 骨包協定 - 他瘋狂在射 - 預點之處 - 這波波往後走 - 想斷兵線 - 但來不及了 - 秋米這波也得被佩克一次殺掉 - 兩個人同時交流這個經驗 - 但死亡的是秋米的命運 - T1已經來到賽點 - T1這一把展現出的就是 - 他們在前中期非常迅速的進攻 - 剛剛那個雙精人 - 無瑕追擊刷出來 - 就很像是Faker在告訴秋米說 - 你還沒證明給我看耶